这个是我们用种植袋做的一个无土栽培的大棚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在这半部分明显的番茄药就比较高 已经到了上面的钢丝线上面去了 但是在这边大家看一下 看见没有这边的番茄明显就低 那么这两个是同样的品种同时栽的苗 为什么现在的高度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呢 这个就是我拍这个视频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种植户我们这个番茄 往往受到棚高 包括我们搭这个架子高度 限制以后一般在六棚果七棚果 我们要打头了 这个就代表结束了 但是如果我没想让他结十棚果 结十五棚果 那么我们这高度够吗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呢 就是已经开始采用的是 诺曼和一边倒相结合的一个方法 不是说他本身长得矮 而是把他人放倒了 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促进 那个让他再多接几棚果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个整个番茄秧 都是侧卧着 侧卧着往这边来的 看见了吗 是吧 这就是一边倒 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工人 正在即做侧卧 一边倒 有洛曼 为一体的一个 如果你不侧卧 支持洛曼 很容易把这个番茄秧 给它弄伤了 一边倒加洛曼 这是最科学的 有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启发 然后说那我回头以后 我这个番茄 我也开始才有那种方法去做 但是奉献大家 不要一味的去模仿 为什么呢 你要考虑到你这个番茄 你如果在七岁花 六岁花不打头的情况下 根系怎么样 能不能保证到九岁花 十岁花或者是十五岁花 它能无限的往上生长 因为番茄品种没问题 都是无限生长型的呀 是吧 这就是你在种植这块 一般情况下 无土栽培没问题 无土栽培 因为它的根系始终是健康的 一般根系 几天生一次根 几天生一次根 它透气性好嘛 是吧 然后它就能保证始终 只要是保证温度湿度 没问题的情况下 它就在始终再往上生长 所以说呢 对于我们朋友来说 如果想去做这一块呢 这是综合原因去做 不能单靠一方面原因 我们下期待的情况下 我们下期待的情况下